- In the deep when your brain goes numb - You can call that mental freeze - When these people talk too much - Hello大家好,我是小春 - 今天要来介绍的内容 - 没意外应该是台服下一期的时装活动 - 这次的时装活动是联动系列 - 联动的人物是金钟报国岳飞 - 也是色雕群侠传里五目遗书的作者 - 这次的活动总共持续14天 - 时装按照惯例分为前7天跟后7天 - 其余的活动通通都是小游戏 - OK,那咱们来了解一下 - 这次的活动吧 - 第一个步步为营 - 这个活动就跟武林传记一样 - 每个关卡会有不同的条件 - 每达成一个条件就会获得一颗星星 - 累积星星就可以获得不同的奖品 - 三星高级招募令五个 - 六星还是五个 - 十二星十个 - 二十四星还是十个 - 真的是有够大方的啊 - 全部二十四星加起来 - 刚好可以解释每个任务 -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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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一样的小气啊,天啊 - 再来三十星的时候可以获得一个千里归附的头像框 - 看起来跟之前那个关羽的蛮像的 - 一样的令我充满了恐惧的味道 -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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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第二个活动 - 立冰演武 - 这个活动跟当初的踢皮球一模一样 - 只不过把画面改变了而已 - 不过改成这样更加的帅气 - 然后每天的过关奖励 - 一样是188元宝 - 说真的就是布小补吧 - 第三个,关公盈雨 - 这个活动就是可以储职拿 - 侠客时装跟气泡框的那个 - 只不过这次是用射箭的形式推出而已 - 六十积分的时候一样会有个称号 - 这个称号叫做当什么扣服 - 能力是攻击率75,血量1000,护甲50 - 以它的外形来看,我觉得还不错啦 - 然后这次的气泡框是橘色的 - 然后上面看起来好像还有一只蝴蝶 - 看起来应该还行啦 - 不过这种东西必须要花钱,见了见智 - 再来下一个活动,行兵炼阵 - 这个活动就是前七天的时装活动 - 前七天的时装是以大蜂形式推出的 - 这次附加的称号叫做壮志人仇 - 全体侠客攻击加200,血量加2000,护甲加1% - 加护甲1%的称号就见了见智 - 我个人觉得是没什么作用 - 然后以它的外形来看好像也不错 - 然后这次前七天的时装叫做冲锋陷阵 - 以外形来说我个人觉得100满分啊 - OK,按照惯例,技能展示 - 诶,我怎么觉得好像没什么特色啊 - 我以为联动的时装还会更加的帅一点啊 - 总感觉这一件的动画还没有很吸引人啊 - OK,那咱们来了解一下技能吧 - 主角技攻触发,为友方攻击最高的三名侠客附加冲锋状态 - 攻击血量高于50%的目标时 - 伤害体验15%持续两回合 - 攻击400,护甲200,血量4000 - 这件以目前的生态而言我觉得还不错 - 因为有征招在场 - 大家的血量基本上都是50%以上 - 所以要触发这个伤害15%轻轻松松 - 算是很不错的能力值啊 - 但是这件的缺点是只能持续两回合 - 除非你是以暴力著称的外伤队 - 才有可能因为这伤害15% - 两回合打死敌人 - 这件的持续两回合真的是非常可惜啊 - 如果这件可以持续五回合 - 甚至持续制战斗结束 - 我个人觉得这件实装就价值非常之高 - 所以这件实装我大概给个70分吧 - 买了帮助很大 - 但是不买好像又不怎么可惜 - 再来最后一个活动 - 只要你在14天之内获得两件实装 - 就可以兑换一个满江红的头像框 - 这个头像框看起来就是那样子而已 - 很可惜竟然不是兑换场景 - 我觉得如果是兑换场景的话 - 更加有意义 -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后7天的实装 - 后7天的实装叫做运筹帷幄 - 攻击400 护甲200 血量4000 - 战斗开始时 - 为友方后排侠客附加运筹状态 - 降低目标受到了持续伤害10% - 包含外伤、内伤、毒伤、持续5回合 - 然后忘记先技能展示给你们看 - 按照惯例技能展示 - OK 就是这样子 - 总感觉真的是少了一点味道啊 - 感觉非常的朴实无华有没有 -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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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不知道诶 - 总感觉这次两件蓝实装都没有很吸引我啊 - 车剑的能力值说实话还行 - 但是我个人觉得它是投资未来的实装 - 因为以现在的生态来说 - 征召解持续状态能力真的太强了 - 让持续性伤害现在很难有高输出的表现 - 但是如果未来吸毒出之后 - 我个人觉得这个10%应该就会有点价值 - 毕竟以后的毒是无法驱散 - 所以你中了多少层毒就有多少层伤害 - 一千万就可以减少一百万 - 一亿就能减少一千万 - 算是还不错啦 - 而且实装持续五回合 - 说真的好像还可以 - 至少不是两回合啊 - 但是这件实装的价值就跟刚刚一样 - 我个人觉得也价值70分而已 - 拿得不错帮助蛮大 - 但是不拿好像又没损失什么 - 不过这次的实装有个重点啊 - 因为毕竟是联动系列 - 联动系列只要错过了就不会回来 - 所以如果有收集癖好的玩家就见仁见知啦 - OK 那今天的联动岳飞就介绍到这边啦 - 希望以上的资讯对你有所帮助 - 我是小春 - 咱们下部影片见 - 拜拜 - 拜拜 - 晚安 - 啊 - 着 axle - 着 European